现在市面上的疗程有很多 包括像是台湾最早的公认的 包括像是这个居井的雷射 然后现在有比较新的 像是利用电波 那还有一些更新的 就是不受伤害性的 包括这个居动椅 利用电磁波的一个原理 比较微微有点侵入性 微整形的 也包括可以补一些玻尿酸 那坊间也有一些人补这个生长阴质 像我自己的话 最喜欢就是利用线去把它整个缩紧 里面的话我们就是一圈一圈一圈 把内层整个松开的这个肚脂 一圈一圈像绑头发一样 把它绑紧 那外面的肌肉也是利用线的方法 一圈一圈去给它绑起来 这个是属于微整形的方法 那在比较更侵入性的 当然就是有传统的时候 阴道的一些手术 4D紧实手术 或者是像这种韩式的紧实手术 都是很有效果的 所谓非侵入性的疗程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居井雷射 或者是像电坡 或者是像有一些人他会去韩国 做这个私密的音坡 目前台湾是还没有 但是韩国有 包括还有刚刚讲的这个电磁坡 造成的这个电动蚁 这4种都是非侵入性的 但是呢 针对不同的位置 它的效果不大一样 比如说像雷射来讲 雷射它也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光的一个治疗 所以它能够穿透的深度 其实是有它一定的一个限度 所以雷射最主要还是针对在比较黏膜层 表层是效果是最好的 电坡的层次就又比雷射再深层一点点 所以它除了表层的这个阴道的黏膜层外 当然它的这个皮下的这个 我们讲Lamina Propia 就是一个黏膜下层 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的话 居动蚁它最主要是针对肌肉 利用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 所以它对黏膜的效果就比较弱 所以它是针对整个骨盆底肌的一个肌肉 那它就比较针对在漏尿的这个方面 利用肌肉的紧实度去改善漏尿 那单纯针对这个阴道的紧实 它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三种都是属于非侵入性的一个治疗 那我刚刚有提到微整形类的治疗 玻尿酸的话 我们可以填充在这个内阴部的地方 包括像很多人它敏感点不足 也可以填充在敏感点 那针对它空洞掉没有弹性的组织 我们可以填一些玻尿酸在里面 那另外就是刚刚提的埋线 埋线的话是我个人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那我们的特别的一个名称叫做韩式的一个紧实手术 利用线这样一圈一圈一圈在阴道内地去把它绕紧 我们的阴道它是一个圆头状 它慢慢的这个松弛掉 它就开掉 就跟我们头发就整个散开一样 那我们利用这个线进去里头做缠绕 本来这么大 你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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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紧 那它整个空间 本来是三尺大的空间 就一下子就收紧了 这个效果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是效果很持久 那另外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女性尤其是在自然产的时候 会因会减伤 减伤以后 医生会重新再做一个缝合 但是我们的肌肉啊 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慢慢的弹性会减少 所以这个肌肉的部分呢 它会慢慢的变薄化 就跟我们人的所有的肌肉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肌肉它慢慢薄化以后 它的力量就不够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骨盆底肌肉的一种缝法 利用多层次 包括像是我们的会因浅恒肌 会因深恒肌 会因的这个中恒肌 包括我们会因体还有我们穷含粘体肌 这些肌肉我们利用特殊的技法 去把它重新串联 重新做缝合 那这个也是个微整形的做法 只有一个小小的点 但是它的效果也非常的强烈 那因为肌肉缝合 在合并我们因到粘膜作为一个缝合 它整个就会收得很小 那这些都是不动剪刀 不动刀 不流血的这个技法 再来刚刚提到手术的技法 手术的技法它就稍微比较强烈了 一般最传统的就是这个阴道的紧实处 阴道的紧实处它做法就是 把我们多余的松弛掉的这个阴道粘膜呢 给它进行一个切割 切割完了以后再重新进行一个缝合 那它当然啦 有一部分的骨质被切割掉 重缝合一定是会缩小的 疗程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 所有的疗程 大家千万不要漫无目的看了广告就去 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我们的私密处 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地方 在我眼里看来 它是全身上下最特殊的一个地方 你的皮肤可能可以换皮 你的私密处它是受损了以后 它是绝对无法换的 然后还有就是私密处 它是有功能性的 而且它又受到荷尔蒙的影响 所以每一个人的私密处 不但长相不一样 它的功能也不一样 它的感觉也不一样 它的问题也不一样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包括非切入性的 会有微整形类型的 或者是手术类型 它针对每一个人 它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做调整 并没有说哪一个东西适合每一个人 比如说我有那个生产过4次的55岁的妈妈 那他要做的项目 可能就是会跟20岁生产过两胎的妈妈 他们的选择的项目会不一样 因为你还要考量到 这个55岁的妈妈 他可能将来会面临更延期的问题 他可能会慢慢会有一些黏膜萎缩的问题 那你用同样的治疗方式 可能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一般来说 微整非侵入性的 刚刚我们讲的蕾色的 电波的 或者是这种激动影类型的 大概3天到7天左右 不能够接受夫妻生活 你必须还是让你的组织 有一些受损的啦 水肿的啦 微量出血的 让他休息一下 那如果是微整型类的 就看他的项目 有的项目大概是7天左右 不要性生活 那如果是手术类的话 大概都是要一个月 因为你毕竟有这个伤口 有流血 太早 性生活 还是怕伤口会裂开 或者会有感染的问题 伤口会裂开 或者会有力等 disable手术 撒开 不公开 有钱 就是 不要紧 无数 你 宝责 真的